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竖车常用刀具分类及用途 它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按车刀结构分类 二、按车刀材料分类 三、按车刀工艺分类 按车刀结构分类有整体式、焊接式、机家式、特殊形式 整体式刀具为一体 由一个配料制造而成 不分体 焊接式刀具采用焊接方法连接 分刀头和刀杆 机家式刀具 它的刀片用机械夹持固定在刀杆上 刀片用盾后可更换 是竖控车床常用的刀具 特殊形式刀具 刀片采用硬质合金制造 用于切削铸铁、有色金属、塑料、化鲜、石墨、玻璃、石材和普通钢材 也可以用来切削耐热钢、不锈钢、高蒙钢、工具钢等难加工的材料 金钢石刀具 刀片镶嵌金钢石具有极高的硬度和耐磨性 低摩擦系数、高弹性模量、高导热、低热膨胀系数 以及与非铁金属、钦合力小等优点 可以用于非金属硬脆材料 如石墨、高耐磨材料、复合材料、高硅铝合金 及其他韧性有色金属材料的精密加工 其他材料刀具 如立方弹化棚刀具、陶瓷刀具等 它们正向高硬度合金铸铁粗加工连续切削方向发展 按车刀工艺分类 有外缘车刀、内孔车刀、螺纹车刀、切槽车刀 外缘车刀 例如93度外缘车刀 主要用于加工外缘和端面 35度偏刀 主要用于外轮廓、纺形加工、内孔车刀 如93度内孔车刀 主要用于内孔加工 螺纹车刀主要拥有外螺纹车刀和内螺纹车刀两类 其中 外螺纹车刀主要用于外螺纹加工 内螺纹车刀主要用于内螺纹加工 切槽刀有外切槽刀和内切槽刀 外切槽车刀主要用于外缘的切槽和切断 内切槽车刀主要用于内钩槽加工 下面通过一个视频来介绍束车实讯常用的刀具 93度外缘车刀主要用于外缘内和端面 93度内孔车刀主要用于内孔加工 外切槽车刀主要用于外缘的切槽和切断 内切槽车刀主要用于内钩槽加工 外螺纹车刀主要用于内螺纹加工 内螺纹车刀主要用于内螺纹加工 此外面作为内斗代用于内螺纹加工 下车刀主要用于内钩码 辟大量掌 눈 打开 原刀主要用于内钩 下车刀主要用于内钩